Hello 大家好 現在是星期六 下午2點半 我們比較早出動 今早就跟爸爸媽媽喝茶 但Mr.Honey捉住我問我今天是不是有很多工作 然後我就問我為什麼 然後他就問我想你尖沙咀買東西 買他的攝影機器 然後我就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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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幾點出門 他說現在 原來男人急起來都是好像女人 What are you buying today? Tripods Tripods Two tripods Not one Two 兩顆 不是 兩枝tripod 那些東西我都不認識 還有呢 我就今早在想其實我應該八月應該不會Vlog 因為我其實有點都蠻累的 還有我想看一看我的Vlog 那些內容我想去用心點製作 所以那些需要時間 另外就是Mr.Honey那兩個小朋友 其實都不是小朋友 他對子女 一個大兒子已經是21歲 然後小女兒14歲 就過來探望他來香港八月 所以我們會Family Time 我又不想經常拿相機出來 對 堆著別人 或者堆著食物 我覺得不會享受 而且別人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八月我就不會Vlog了 我會到頭一個月 九月就再Vlog 就是這樣了 應該今天我會TITLE這個Video做 Mr.Honey's Whole Day 他很好看 對 他首先會買TriPod 然後我們會回來跟我玩 因為比較遠就看電影 他會會看有沒有訓練 因為那隊穿得底層都墊了 所以要換 所以就要下去看 我之前看過一兩集都OK的 所以看到它出了 沒關係 沒什麼 就去看吧 我就和大家一起去 忘了說8月不會VLOG 但我們都會在Instagram Stories 比較隨便 第一 我出門不用帶著鏡頭 第二 輕便一點 第二 也可以在那裏和大家一起 如果你沒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就放它 來到了 現在上去了 12樓 就在這裏 它是至愛的地方 笑得很開心 買到一樣 原來那兩塊是一塊 沒有東西來的 I said the two boxes is just one thing Yeah two boxes is just one thing Tripod and what's called Dolly's tomwheels The other bit They're on order because they're special orders 另外那樣東西是order preorder 我們現在又回去銅鑼灣了 四點鐘 其實我有點餓 Are you hungry? I'm a bit hungry My stomach feels empty 看看有沒有 看看快不快 如果快去到這裏 可能吃個蛋糕還是什麼 我們來到翠華了 What are you having? I'm a hot dog 熱狗 I said myself for the movie I kinda wanna try this I'm a hot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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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了很久 其實我正在用這個 由一段日子放到 This is not an act 但我覺得很好笑 刺子也有期間限定 Pitchy May 都還是Cut 所以喝這個凍吉仔蜜 潤一下後腦 原來Mr.Honey很少 可能他之前都沒真正試過凍檸蜜 他剛才說我又想試一下 因為聽到Honey 然後又點給他 Mr.Honey的燕餃 你看多長 我吃咖哩雞粉 我也是喜歡這個 好吃 好吃 剛才陪伴哥哥看了很久 波鞋都不合 其實他喜歡來喜歡去的款式都是這樣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這麼難運 一會兒說不知道他有帶有什麼 好煩 現在終於看完了 不適合的 明天再算 我們現在進去看電影 看完告訴大家好不好看 看完之後 我們已經結束了 你喜歡嗎 非常好 非常享受 我都覺得OK 對 有什麼哇 是 對 兩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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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隻手 二隻手 兩隻手 十五隻手 但我沒想到 很精彩的電影 對 只想看一套就看完人 就是這樣 現在回家了 沒什麼特別 See you next day Bye Bye 我們很幸運 我們在街上沒有下雨 有晴天公仔照著 上車之後就這樣 多大 Anyway See you next day 星期日下午5點 最後10分鐘就5點 我們來到泰國 做什麼呢?就是我們 繼續昨天的Journey 就是 Chill finding Chill finding 看看今天買賣 1st stop Under Armour 2nd stop Columbia 陪哥看鞋 看看自己看買一份 這個Waterproof的 寫著Out Dry 超輕的 應該去健身也很好 你看看 阿哥現在這對 正在穿著 新的那對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分別的 顏色不同了 剛剛我呼籲阿哥這對不要搖 因為它比裡面的龍鵝 其實都薄得很厲害 我就叫它扔了這對 穿著這對走 那就不用拿著 試一對 OK阿超輕身 還有我不想經常穿我的Gucci 這陣子下雨落得這麼厲害 這對防水應該OK 可以享受你的新鞋 謝謝 是我的禮物 謝謝 不好意思 任務已經完成了 買了一雙新鞋 我們現在去Greyhouse吃東西 然後可以買第二雙鞋 可能有點不同款 沒有那麼悶 然後我就要看相機 我很興奮Canada M6 我之後再跟大家說為什麼 如果不買就不用說 買就跟大家說 現在我先去吃東西 我非常之好 這個碟這麼漂亮 不同的 你看Mr.Honey的碟 今天吃這個 吃這個 不知道什麼香葉 肉碎炒辣 有顆蛋 這個是My Favorite Thai Dish 我媽媽煮就很辣 這裡當然不是很辣 我剛才叫它加辣 然後有個湯 然後有些圓爐 辣椒 不過這個很鹹 通常我都不吃 Mr.Honey沒得吃 You having nothing? 我們拿東西 你也有得吃 You can eat now 什麼來的? What's this? Korea Korea Nam bread Roti Spoon OK And a train And a train 差點忘記拍它 這個吃了兩條才記得 當然有型 但只有一個棍子 你看看 容易吃點 還有這個Mini春點 這個組裝得很漂亮 好像一朵花 還有 泰古城這個座場 有個Cities Wonders 有很多很多很多 剛剛那條隊排在那邊 打了一個蛇餅 你們有興趣就自己來看 我不知道這個 我不知道你們看這個VLOG 還有沒有這個 Hello 大家好 你好 瘋雞正傳 有塗這個桃紅色唇膏 應該有夾過紅色夾 但不要緊 剛剛拍完影片 看到我這樣整齊都是剛剛拍完影片 對吧 話說已經是Monday的下午2點20分 昨天沒有跟大家說西隆 就走了 話說因為回到家的時候 很興奮搞新的鏡頭 就是這個 我沒有開箱 我昨天在Instagram Stories 差點想不到 Instagram Stories 那裡做了開箱 所以昨天就沒有開箱 然後就在玩這個 剛才我測試拿它來拍影片 看起來很容易使用 和很清晰的 雖然它不是4K 因為Canon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不肯把4K放在鏡頭上 所以不要緊 但它夠清就行了 我不期望它4K 總之它各樣都可以做到就可以了 我還沒有剪輯影片 所以我不肯定質素 比我平時那些是否很抽很多 會等待會 因為我拍的時候 我覺得它都很清晰 所以我都蠻開心 嗯 其實我自己不太喜歡弄這些 MAC Gear 雖然大家看到我經常好像買相機 但 但坦白說 我對相機 燈 那些東西 我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因為太多按鈕 我都是沒有興趣的 所以我要看很久才會肯買 因為我經常都會問自己 它是否容易使用呢 為什麼我買這個呢 我昨天都說了 這個其實很有趣的 我們最近不是經常看電影 看電影 Canon都有賣這個廣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就是有一個女生在打Boxing 就是Canon M6的廣告 然後我看看 你知道的 廣告會中毒的 其實我看了那個廣告大概三次 第三次我看的時候 在一個戲院裡面 然後我突然想 Auto Focus快一點 還有它又有Flip Screen 那是不是真的適合我 然後我到晚上回到家 就不停上網 我現在又在收拾東西 因為我剛剛拍了這個 Benefique化妝品 應該月尾會出的 大家等我一會 不要太急 說到哪裡了 回到家就想 是否適合我呢 後來我就在我偉大的YouTube 找影片看 有很多人都已經做了一些review 就是說其實這一部 是一部被Vlogger用的相機 所以它的Auto Focus快一點 然後它收音是收前面的音 不是收側邊的音 我很興趣去找到 它沒有咪的情況下 它收音是否比較好 因為我現在用這一部 拍Vlog這一部 我剛剛... 很多相機啊 其實我之前用第一個版本 大家經常都問我 看到我去日本的Vlog 大家都問我用什麼相機 其實就是Canon G7X 這部我用了很久 拍Vlog都是用它的 和我去很多地方 所以我會放在它一邊 但很早前我買了它一個新版本 好幾個月前 但我完全未試 因為我就是這樣 因為我就是這樣 用開那些 如果沒有什麼大問題的話 我通常不轉 因為我經常覺得 一轉如果它有什麼冬瓜豆腐的話 我是會很麻煩 你也知道拍Vlog的 因為那天是沒得來過的 完了就是完了 如果它的影片不行的話 基本上是不能做到一個影片的 所以我經常都很害怕 我不知道怕什麼 但我經常都很害怕 沒有了那些影片 所以大家會不會看 所以我買了它一個新版本 我都不肯轉 但我覺得都跟我去了很多地方 新那部我不用都是曬 所以現在Canon G7X 我用來做後備 只要我現在在拍這部有什麼問題 就回到那部 現在我用什麼呢 現在我用Canon G7X II 其實樣子差不多 旁邊多了一個Grip 我覺得比較厚身一點 但好像就清一點 不知道大家覺得清不清 應該出去拍會清過在家裡 但不要緊 我很少出去 所以就是這樣 可能大家會問我 為什麼拍片會用Canon比較多 我幾部都是 其實我覺得拍片 人像來說 尤其是Canon會照顧到Vlogger的需要 因為首先如果你出去拍東西的話 Vlog是在家裡或是出去拍 要照顧到兩方面的需要 那些設備不可以有太多 因為整件事不是假的 大家不喜歡看假的Vlog 因為說真的 Capture the day 你沒理由是假的 打光燈 怎樣Capture the day 所以一定要細部 男生Vlogger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通常背包 或包包會比較大 但女生通常手袋都不會太大 所以要細部容易拿 所以我覺得Canon適合到這個需要 而且我之前是用過Sony的 我自己對Sony拍片的東西 顏色是OK 影片都OK 聲音不OK 如果你覺得Canon這部的聲音不OK 其實Canon這部都是收到雜音的 這個是凍的 但它各方面是上算平均 所以很多Vlogger都會用Canon G7XM2 但Sony收音很雜 所以我試過一兩次之後 就打開了 所以我就跟Canon 因為我覺得Canon拍片是很OK的 但拍照我也是喜歡Fuji Film 因為Canon的顏色出來比較紅色 如果人像就OK 因為人像加上色 比較紅色 所以看起來比較健康 但我通常那些照片是看不到有我的 我喜歡拍照 我不喜歡拍照自己 所以我拍照的話 我覺得Fuji Film的顏色是很true to color 不知道大家知道我講什麼 但其實我不太懂相機的東西 我也不敢跟大家說什麼professional sharing 絕對不是 只不過是我一個用家 我經常要做什麼 Instagram的照片 然後要拍死物給大家看 然後有時要拍一些outfit的post 然後再加上我做video 用家的身份去講 你問我那些什麼focus什麼東西 然後什麼aperture那些 我完全不知道你說什麼 有時Mr.Honey跟我說 我也是睡著了 而且很值得 我那天說做research 我說Mr.Honey你比較好 你不如幫我看看M6是否真的適合我用 其實我自己已經看了三幾個video 我覺得是適合的 但沒理由他在我旁邊 我都不問他 我都要尊重一下他 我裝模作樣就問他 我就說你幫我看看 然後他真的很認真 他用了兩三個小時 然後第二天 星期六 星期六還是星期日 星期日 我在弄東西的時候 他真的用了兩三個小時 看那些咪 看得很細緻的 然後他跟我說 我知道你要用什麼鏡頭了 然後我又是不知道他說什麼 因為這一部相機是可以轉到鏡頭的 所以選擇那個鏡頭也是一個學問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那些什麼 15-45mm究竟是怎樣 然後我哥哥看完一段時間 就跟我說 我知道你要用什麼鏡頭了 然後他又再找我的G7X 然後我去對一輪 對完一輪他就說 嗯 你要買15-45mm 然後我說 是嗎 然後他說 是啊 現在不是你拍不到的 然後我就說 好啦好啦 麻煩 然後他都很贊成我買 通常我買相機那些他很喜歡 因為他覺得我雖然是女生 但是我興奮這個GIDGET 他都很高興的 因為可以吹水 雖然我跟他吹不是吹得多 通常是他跟我吹的 他又說那些technical terms 通常我就站在那裡 或者坐在那裡 嗯嗯嗯 那就是會怎樣的 就是這樣這樣 噢 然後他再說的時候 我今天都有點小高興 因為呢 話說我昨天 我前兩天都跟大家說 我8月不會VLOG 因為Mr.Honey兩個小朋友 其實是大朋友 來香港 我們Family Gathering 然後就是我要很seriously想一下 我的VLOG的內容 因為我覺得過往幾個月 我是有點困難 我的VLOG 影片我就絕對沒問題 因為影片內容我經常都想到 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經常買的關係 所以其實影片內容都不缺 我肯坐在那裡想就可以了 但是VLOG的內容呢 我就想了很久 因為其實我想VLOG的內容是有用一點 instead of just one product review 我覺得有點悶 我自己都寫到悶 所以我想混合 我不會說完全沒有review 都會有 但不要那麼多單一件產品的review 所以我昨天花了四個小時的時間 對著電腦細緣 細緣 細到我要吐八月的內容出來為止 然後哥哥問我 為什麼你要強迫自己在一天內發生呢 然後我就跟他說 如果我肯坐在細緣 我都會有壓力一天 但如果我不肯坐在細緣 我覺得煮完才算 我整個八月都會很緊張 後來他明白了 後來我就想了很久 然後我終於應該有很多想法 所以如果你們沒有看我的VLOG 我把連結放在這裡和下面 大家有空就去研究一下 因為其實那裡也有很多資訊 有很多資訊是沒有的 而且那裡的資訊比較容易找些 因為有時候影片的內容都很難找出來 可能大家看完之後 記得我好像有說過 但又不知道在哪個影片 就包含不到那麼多資訊 所以VLOG分得很仔細 蠻開心 但我想到的內容都要比我平常 用那麼多時間去寫 所以八月我都是 從VLOG的角度會休息一會 然後我九月再回來 希望我努力VLOG之後可以繼續 然後我就可以回來做VLOG 我又覺得最近… 有吹水嗎? 我最近學會了一件事 以前的我無論多少東西都好 我寧願腮壓自己 都不想失誤別人 所以多辛苦都好我會去做 但我發覺這樣會…第一 心理質素不好 因為經常都覺得很stress 我又沒有VLOG 又沒有拍影片 又沒有寫VLOG 我經常都很stress 我對著VLOG 不知多少次坐在腦空白一片 寫不出東西來 但我開始過VLOG 先過Youtube 所以我也很喜歡寫東西 我也很喜歡在那裡分享 所以變成… Kind of my little quiet place 所以變成我不想令到… 因為我很stress 令到VLOG的質素下降 所以變成… 我都要學會say no 雖然我已經say no 很多東西 但我想我再要… 有時候真的心理質素搞不定的時候 我都應該很honest去跟大家說 我有些有些什麼要做 變成… 我可能某一個月不會拍些什麼 我覺得MORE是好過我 Try to stress myself out 令到所有內容都下跌 這個我是不想見到的 所以我有一個決定就是8月5 不要生氣我 我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真的要休息 希望大家明白 好 現在我要去做什麼呢 話說我現在看看Trylo Trylo 今天都頗產生 剛剛拍完片一會兒去剪輯 然後我會寫兩個Blog Post 現在就去拍照 然後我有一些個人的… Online Banking的東西要搞一搞它 因為我出了一張新的Credit Card 不是出了一張新的Credit Card 因為這樣說 HSBC那張Credit Card用了很久 然後他們說不知怎樣想 升級我去第二張卡 然後我又覺得那張卡 新的那張 又好像餐廳的選擇比較多 而且有些買一送一 所以我就升級了 所以升級了 所以升級就真的用不容易 但是之後那些什麼 腳塊靈那些又要重新設置 所以我待會去做那些 那些就是個人的東西 之後都沒什麼搞 應該搞個Blog都會寫兩篇都會寫很久 但Anyway 希望大家享受吧 那我現在呢 就去喝杯水 接著就Get On To My Blog 接著我再看看有什麼特別 我就回來再跟大家出水啦 一會兒見 Hello again 現在已經是… 聲音都沒了 下午五點八個字 剛才呢 剛才呢 跟完大家的最後更新 我就用了很多個小時 寫了兩篇Blog Post 都很滿意的 但是給我平時評論一件東西 當然是用很多很多時間 Anyway 希望大家享受 寫到腰骨都有點痛 不過Highlight of the day 就是我之前在一個英國的網站 是一個英國牌子 叫Mizoma 買了一些衣服 因為我很久都沒買過衣服 所以看到它推出了Evil Eye系列 而且它有些好像水晶類的Crystal系列 我也有點興趣 選了幾件東西 剛剛… 都不是剛剛的 一個小時前Fedix就送過來 現在可以拆給大家看 做這個Unboxing 不要緊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如果你是沒有在他們網站買過東西的話 第一次買東西它會發出的 你第一次去他們網站 它會發出不知是否 你訂閱你的E-mail就可以獲得10% 你第一次買的 不要不用了 如果你會去買東西的話 我其實蠻喜歡他們的產品 因為小小顆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的東西 小小顆的 小顆的就可以塗補很多條 這個袋超小的 究竟裡面有沒有東西 等我一會兒 好像刺 沒有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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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應該會是什麼 我等一下又要E-mail他們 很可憐 我買了多少東西 四樣東西 四樣東西 一二三四 當然有四個盒 但這個是沒有東西的 一刷給大家看 其實我之前是買過的 他們的網站 之前的訂單沒有試過 慢著 是我按不到有東西還是怎樣 慢著 慢著 有東西 原來是太小顆 看看 多小顆 這個是其中一個系列 就是Mini的Version 你看多小顆 大了上去都不是好過 它有一個大一點的 不過大一點那個我怕不好看 所以變了嚇到自己 我就是摸來摸去 咦沒東西的 然後再按一下 就看到有東西的 這個我只買了一個吊咀 另外有一個是買了一條鏈 我先按清楚 給大家看 撞鬼嚇死我 第二個 剛才那個就是這個 這隻寫 它有點簡介地告訴你 其實是做什麼的 又無法焦點 我都說G7X就是撞鬼 這個就是Mental and Spiritual Cleanser Eliminating Old and Negative Emotions And Uncovering The Roots of Problems 其實它有很多顆石我都有興趣 不過 Eliminating Old and Negative Emotions 我覺得我都需要的 所以買了 第二樣東西 這個 嘩 又要Detangle一下 這個我就買了一條鏈 所以那個 我又要衰事 一會兒 因為它扭得很近 對 我很討厭這項鏈 經常這樣扭一柱 當然 這個不是很高級的牌子 但它也不便宜 其實為什麼不可以 不要這樣扭一柱 其實它應該有一個 好像別人這樣 插起來 然後掛起來會好一點 因為客人現在要在大眾前面 做Unboxing之餘 還要Detangle 我待會再弄它 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跟剛才那個同一個尺寸 但就是白色 好像雲石一樣 我蠻喜歡這個 這個就是 先刮一刮它 Focus 這裡 就是這款石頭 這個就是 Brain stability in times of strife and confusion and the ability to see difficulty as a challenge 這個又是 我看到它的Description 我覺得我需要 太久沒說話 幾個小時 所以口似不靈你 待會我detangle了 再在鏡頭前面帶給大家看 等大家有一個idea 這個也是刮了 然後 我希望它另外那些 不要理我 麻煩你 然後就是這個Evil Eye的戒指 看看 這樣的 這個是他們新出的collection 我還怕不適合戒 但它的網站都很好 因為它的尺寸 它會告訴你這個直徑 你量度多少 它就會告訴你尺寸 所以都可以 其實我的手指差不多肥美 所以基本上這個也可以 然後這個也可以 除了手指和手指尾之外 這三個是差不多寬度 但是很開心啊 這個 很漂亮啊 對 我很喜歡 等一下拆了張紙就可以戴了 然後另外我還買了一條腳鏈的物體 應該是 對 腳鏈 我覺得它也是會放在一起的 對 真的啊 你看看 一塊 不要理會它 那個問題不嚴重 這個很快完成 這個腳鏈 其實我是少戴的 我看看是怎樣給大家看 這樣呢 這些小小的東西都是玩死人的 它這裏就是有個 圖案的 有個軟軟的圖案 然後旁邊這裏有顆掉下來的石 我覺得有時候穿牛仔褲 不是摺了上去的 戴這個在腳上有些東西看看 所以這裏我買了 這裏有很多 我去解開這條鏈後 戴給大家看 戴了5分鐘 終於戴到了 我先給大家看扣 扣有三個位置 可以扣最長 這裡有一個洞 這裡有一個洞 就想長還是短 我試試戴線 手指甲太長 不知道戴不戴 如果想長長的話 最後的洞就這樣 短一點都可以 但我覺得這樣就很適合我 如果再短一點 我怕我弄到頸子很短 我已經沒什麼了 所以不可能不短 長長的 都可以的 隨便一點 好 大家信不信水晶這些東西 好 還有一張卡 是他們寫的 Thank you for shopping with us the MISOMA team nice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自己上他們的網上看 因為都有很多好東西 我今天都不知道算不算 超級productive 我現在5點半都還未完工 因為現在正在換電腦 我寫Vlog的電腦和剪片的電腦是不同的 因為免得兩樣東西混合 有時遺充 有時遺充門口 有時遺充門口 有時遺充東西 現在正在做什麼呢 現在正要剪片 今早拍一段影片 因為寫Vlog的關係 沒有時間剪片 現在太陽也收生 其實今天是沒有太陽 今天是下很大雨 我發覺今年的天氣都比較神奇 因為以前我們不是下幾天很大很大的雨 然後就會晚太陽好幾多天 我發覺今年不是的 今年是很... 即是是時有雨時無雨 時有雨時無雨 其實我出家不知如何好 我穿鞋都不知穿什麼鞋好 因為穿了水盆出來一會兒又沒有雨 然後很熱 然後一會兒一聲又很大雨 我現在有點精神分裂 今天完全沒有太陽 都大雨 所以剛才拍的影片 可能後面的背景音樂就是小聲 那樣的聲音 我現在就去剪片 其實都差不多六點了 還有五分鐘就六點 希望不用太久了 一會兒如果我不是剪很久的話 我可能再回來跟大家說兩句 先拜拜 如果我剪很久的話 我又會失蹤 忘記說拜拜 我現在先說拜拜 只要我一會兒沒有回來說拜拜 拜拜 拜拜 7點15分 我已經完成了今天所有任務了 Yay 上來YEAH一下 先試一下 太激動了 剪了一條影片 光暗度要再弄一弄 不過我覺得都 seems to be quite clear enough I don't know 現在已經上載了 然後我就要去吃飯 Mr.Honey都差不多回來了 要去吃飯就可以放鬆了 我今天真的寫到和剪片剪到和拍到想吐 我有一個時刻是覺得不行 我要先喝一杯檸檬茶 酸酸的 我真的很想吐 真的太緊張了 Anyway Happy Finish 我不肯定我會明天再跟大家說話 還是星期四再跟大家說話 我看看是怎樣 Anyway See you the next day Hello 大家好 現在到星期四的下午兩點鐘了 我飯都還沒吃 剛剛剪完幾條影片 然後拍了幾件衣服上身的效果 因為有優惠影片給大家 除了這個VLOG之外 明天我會出一個短短的影片 就是我在ZARA入手了六件衣服 我覺得六件衣服都OK 我就穿上身跟大家分享 所以除了今天有影片之外 明天星期日都有的 是不是很開心呢 終於看到太陽了 但好像說週末又來了又會下雨 我先夾起頭髮 我下雨下得很悶 我由六月份已經不停下雨 試下是太陽 到七月份好像看到幾天是沒有雨之外 基本上這兩天沒有雨 基本上其他日子都會下雨 有鑑於大家下雨都應該下雨 我們安排了一個黑咪店優惠給大家 HAPPY WEEKEND 是不是很貼心呢 我們現在還在走上星期我說的Skin Promotion Skin的牌子賣滿$500 我們會送一支價值$239的Clarifying Exfolator 即是Coffee Mask 有興趣的話 絕對可以繼續去店鋪試試 看看有什麼想要的 另外 這個星期五、六天 星期五就過了 看到這個VLOG的時候 就是星期六 星期六和星期日 我們會做一個在全店 四間分店 黑咪店 買滿$1000或以上 我們會有9折給大家 買什麼都可以 不過這個Promotion 就不可以跟Skin送東西的Promotion一起用 即是不能上折 因為Skin那個其實已經非常非常非常之划 品牌很好就是贊助這個Promotion 所以就不可以上折 即是說什麼呢 如果你買Skin夠$500的話 我們會送一支Exfoliator給你 那些Skin產品我們就不能折 但你買其他產品的話 那就有折 買夠$1000我們就9折 而Online那裡都有 Online那裡都有 如果真的下雨不想外出的話 你可以選擇Online去買的 無所謂 Online那裡你記得要入個標誌 我把標誌放在螢幕上 你選夠$1000就入個標誌 就是HAPPY WEEKEND 就會拿到10% 但因為Online那邊的系統不太完善 所以我們暫時會拿走Skin的Promotion 即Skin的項目你會看不到 我不讓你買 因為如果不是用那個標誌的話 有機會折上折了 所以我們沒有其他辦法做得到 所以我暫時這幾天拿走Skin的項目 大家可以買其他產品 如果大家真的想享受Skin的Promotion 而Online的話 可以星期一或星期二回到網站 我都會在Facebook或Instagram 再告訴大家 Promotion還在不在 我們有沒有可以繼續 因為送完就沒有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送完 送完就沒有了 澳門的朋友或不懂用Online的朋友 可不可以買得到呢 可以送個E-mail去HugMeBeauty at Hotmail.com 告訴我們你想要什麼 要在那三天裡面 即是星期日之前 我們才可以確認你的單是可以狗折的 所以你會送給我們你想要什麼 然後我們會給你一個價錢 然後我們會給你一個Bank Account 你過完數之後就可以享有優惠 但過數就要在星期日晚上12點之前 對 星期日晚上12點之前 澳門的朋友通常你E-mail我們 因為我們收信息卡 我們就會跟Bank那方面去聯絡 我知道澳門的朋友 其實我們拿了你的Credit Card 我們都要星期一才做到工作 所以澳門的朋友很特別 我們會以收到你的Credit Card號碼為準 總之你這兩天發電郵給我們 告訴我們想要什麼 然後你發信息卡號碼給我們 我們會以收到你的Credit Card號碼為準 因為我們星期一才做到工作 銀行星期六、星期五不會工作 所以我們星期一才會跟銀行那邊 去聯絡你的Credit Card號碼 所以我們就以收到你的Credit Card號碼為準 希望我說得清楚 因為我現在腦部有點糟糕 希望這個生意令大家下雨得來都開心 如果大家有什麼回購這就是一個好時機 就是這樣 記得買滿一千塊就九折 我現在又要去做什麼呢 不要緊 聽不到我會再寫一句在Description box 你去到的時候 或者聽不清楚就可以按Info box 就可以看到優惠的資訊 我現在就要Adit這個Vlog 因為都很多工作 而且我用了一個新相機 所以我都還未知道質素如何 希望可以吧 不要玩我 希望可以吧 明天應該沒什麼時間 因為我明天都會狂寫Vlog 還有剪片 所以明天都沒什麼時間 而且我怕問水 因為要準備好 等大家星期六看到 我不想弄到自己這麼問 所以就是這樣 大家這個星期又過得怎樣 下星期就是最後一個Vlog 我放八月假之前 八月不會Vlog 不過八月依然是星期二、四有影片看的 就是做好那些事情 就是這樣 還有什麼特別呢 沒有呢 之前跟大家在InstagramLive說明 有些人都說 其實為什麼好像沒有Talk Time的影片 可不可以做回 原來有一些都幫到大家少少的 很多我就不敢說了 幫到大家少少的 其實因為我Vlog都坐在那裡跟大家說話 Talk Time 我有時不知道會不會過分了 我怕大家會悶 我經常都很擔心大家會不會很悶 只看到我和我家在說話 然後有個女生問我 可以做一個Talk Time的影片關於Jealousy 我覺得可以 可以 就是妒忌個個都有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可能下個月會出 然後有另外一些Request 跟大家聊聊天 那些都會安排一直做 大家如果想看什麼和美容和化妝無關的話 都可以傳給我 因為我有時自己坐在那裡 我就不太知道大家對什麼題目有興趣 例如聊天那些 因為我又不想說一些題目大家是沒有興趣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聽我和美容和化妝無關 因為我一向都會做的 我不會不做的 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隨便發給我 好 我就不長氣了 因為我不肯定這個影片有多長 可以令大家睡著了 我現在繼續做和剪輯這個Vlog 我們下星期再會了 不是 是明天再會 明天都有影片 都是9點半 如果你對ZARA我買的幾件衣服有興趣的話 明天9點半 StayTune 我們明天見 拜拜